蔡文哲表示 北柬洞用全部国家力量 在研究它 民进党说你有罪就有罪 金华城岸延烧 民众眼里国家机器 有动起来吗 国家鱼有 体感上是有 就是平常的政客 遇到这种事是不会那么 就是政府是不会那么积极 有吧 很明显啊 很明显有啊 什么东西很明显有 就是机器有在 国家机器嘛 有在就是查它的 所以觉得有啊 我真的觉得有啊 感受起来就不一样 阿姨已经这个年纪了 那么大了 看太多了 什么党什么党 所以柯文哲当初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还选他 我现在后悔 我是没有政党的那个啦 我是觉得党一定要换着做 才不会一党独大这样 你今天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 无风不起让 我觉得多多少少 你自己要反省一下 是不是有哪些地方 是真的就是 你好像做得不够 不应该啦 不应该这样啦 我是觉得这样子 不然无风不起让 为什么人家不找别人 为什么会找你呢 就是一个政治追杀的感觉 就是觉得 民进党摆了名要找他查 对啊 就是嘛 有关系就没关系啊 这事实就是这样啊 政治很黑暗 水很深啦 有关系就没关系 就是这样 他一定是 但是他现在 我不知道他下一任总统 有没有要选 但有的话感觉是会对民进场造成一些威胁 一些利益 对 所以 耐心的想办法把它弄掉嘛 这很合理的推断就是这样啊 不会 我觉得不可能 什么东西不可能 就是那你肯定是有抓到有 对不对 就是怎么说呢 那叫空穴布莱坟 肯定是有一点点 什么问题才会被人家抓到嘛 我是觉得 反正他们就是打来打去的 然后到后面如果真的有问题 一定就是会被发现嘛 你如果真的是无辜的人 那就是会被放出来啊 有不可能为了什么 去给你制造这些东西 我觉得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有关系就没关系 刚好柯文哲就是没关系 所以就有关系 整个政坛背后 其实说不定是有一股势力 对然后没有关系的人 就会被打压 然后就是真的是 动用国家力量去查他 我觉得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觉得有啊 不然干嘛去追他 就是那么多人都在贪的话 为什么只抓他一个 对啊我是觉得有啊 就像他说啊 就是柯文哲就是第三股力量啊 对啊 所以就是选举完结束了 就是开始在清查这些人啊 我觉得毕竟 国家那种检查地检 就是本来就是要公正的 那我觉得一定是有相关的证据 才会去搜查 不会全部一定是 他不会是那个政府的国家机器 看检方后续的调查 那我觉得个人 还是可能暂且相信 他还没有任何的罪 因为毕竟也无罪推定嘛 另外一头高雄国兵容积率 高达百分之一千一百四十二 也引发了热烈讨论 问一下你觉得真的有差别待遇吗 就是比如说 一定有的啊 因为高雄是绿的嘛 就没事啊 对啊 他就是民众党说一定就出事啊 就是这么简单嘛 对啊 就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啦 好 因为他民进党的 就是这样很明显啊 扬不下去了 什么意思 就是很明显民进党有黑幕啊 为什么 你觉得有关系就没关系 我觉得你比较乱讲 等一下就出一讲 有民众觉得空穴不来风 不过有人觉得有关系就没关系 为什么只查柯文哲一个人呢 他人们每个人都没有关系 好 好 那么 好 这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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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